三名非洲人上个月在吉隆坡古中城 抢劫一名日本商人13万令吉 今天被控上庭 全都否认有罪 另外 轰动全国的吉隆坡国际机场抢击案 12月开审 嫌犯哈菲组被控非法持有军火在内7项罪名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涉嫌截火抢劫日本商人的三名非洲黑人 匪党成员 今天被押上吉隆坡地庭面控 控状指出 34岁的塞拉利昂男子派翠克 和36岁的同乡伊布拉辛 以及38岁的利比里亚男子道格拉斯 上个月9号在古中城花园广场一家餐厅前 抢走58岁的日本急速害者13万令吉现款 抵触了刑事法典395截火抢劫条文 一旦罪成可面临最高监禁20年和鞭吃 三人都否认有罪 副检查司原本不建议保释 但被告代表律师说三人持有合法签证 要求法庭令则审讯日期 以被妥并审核文件 无论如何地庭法官最终还是拒绝保外 并责定案件这个月25号过堂 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枪击案 今天在哥达巴鲁地庭过堂 连开两枪企图射杀妻子 却误伤保镖的38岁男子哈兹组 面对7项控撞 包括非法持有枪械 法官主机菲里责定案件12月8号和9号审讯 他也要求被告代表律师聂默哈默 在开审前提交陈情书 较早前辩方也要求案件移交雪邦法庭审理 但控方说没有接到相关指示 哈兹组今年4月24号被控上哥达巴鲁地庭时 全盘否认所有7项控撞 当中包括非法拥有手枪 无牌拥有33枚弹药等等 一名刚满月的婴儿 怀疑噎奶后身亡 警方以疏忽照顾角度 逮捕月子中心的护士后 今天再把护士押往吉兰丹 哥达巴鲁推市厅 申请延长扣留7天住查 直到下个星期二 案件前天清晨5点半左右 发生在哥达巴鲁一个月子中心 婴儿在喝奶后昏迷不醒 被送入当地一家私人医院后 证实不治 警方昨天傍晚6点逮捕了22岁的护士 并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 三一支一条文 也就是父母和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下展开调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